这是一起2018年的案件,原被告双方离婚时,孩子尚不满一周岁,所以当时在法院调解离婚的时候,婚生女由女方抚养,男方每个月支付抚养费800元。 2019年,男方石某以女方鸾某不让他看孩子为由,将鸾某起诉到了法院。 沈阳市黄孤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下达判决,原告,也就是男方,每个月可探视未成年子女一次,被告予以协助并在场陪同。 可是这从2019年至今,原告表示自己连一面都没见到孩子,于是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本案是一个探望权纠纷,在2023年立案执行之后,我们联系到这个孩子的抚养人,也就是被执行人女方,要求她带孩子来,让那个申请人行驶探望权。 然后但女方一直在强调自己不在本地,然后一直回不来,导致我们这个探望权的行驶迟迟迟迟迟! 申请执行后,本案的执行法官也试图联系过被执行人,但是被执行人均已不在沈阳,无法配合为由,拒绝了法院的执行申请。 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性 执行法官也不想给被执行人 鸾某带来工作上的影响 就由一名变装的法院工作人员 进入他的办公地点 将其带出 并向被执行人鸾某说明情况 经过与被执行人鸾某的简单沟通 鸾某也松口了 说见孩子可以 但是得回自己家 我想申请到就是我家这边 你家在哪儿啊 那个北陵那边 北陵那边 在我妈妈家那边 孩儿也在那儿呢吗 可以让他 就是因为也是在 你家儿吗 到法院吗 因为我们都来了 因为我出于安全考虑 法院也安全 我家这边很安全 我能不能这样 更信任我家这边 那到我家里之后 到你家里行 那谁呢 到他家那块 看一看 你不是 你这看孩子 咱俩看都能看 能看到 你们能跟着呗 师傅 我站那我去 那行 我去 那保证光自己也不看 我给你看半个点呗 你先见一面 以后你得往上那见 对 你咱哪个地方 跟他车走吧 你指导 行我跟你走 我跟你一起走 北陵 经过商议 双方最终决定 到被执行人 阮某的小区 进行探视 在回小区的路上 被执行人阮某 跟执行法官 说了自己的担忧 就是人身执行这块 不像是钱 如果人的这种 可能会有 值得接触 有可能会有 值得冲突 他跟孩子不能 你们也别往上上 你们干啥呀 你们非得打起来 在孩子们 你还得打一下吧 那你别出面了 我得看他 那我得领着孩子 那我得在我的情况下 那你还请问下 你还跟他打 阮某作为母亲 提出了自己的顾虑 因为与申请执行人 这边的不和 担心会产生肢体冲突 会给孩子 带来不好的影响 但是又不放心 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 执行法官表示 为了孩子 尽量控制一下 说起探视这件事 被执行人阮某说 不是他不想 给石某看孩子 实在是这么多年 他没有尽到 一个做父亲的义务 孩子们从两个月到现在 几百六岁 他们来发生 没见过吗 对 没有 也没有过什么 过生日 比如拿发个 发个短信 或者丢个小礼物 什么的 都没有 就是没有诚意 去说是想见这个孩子 没有诚意 当执行法官一行人 来到了被执行人家 单元楼下时 被执行人的妈妈 也就是孩子的外婆 已经带着孩子 在楼下了 但并不是配合探视 而且现场言辞激烈 别管他不管 别管他不管 你就来看孩子 别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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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含了 你不含了 你不含了你 你不含了含了含了 不要做这种行为啊 你不要做这种行为 好吧 我先露着你啊 这把就中的 现在这已经算看着了 已经看着了 你跟他说两句话吧 他说啥呢 要求不高 你说两句话 说啥呢 看一眼说两句话 你离我远点 你别过来 你们别那啥了行吗 对不对 你说起你过来 你过来 你等他含了 情绪稳定稳定 你再跟他说啊 行吗 你也这样的事 谁含了感情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俩回去再说 咱含了面前 没有这么跟他 回去的事 你喊行吗 你规避一下 你规避一下 不用时间太长 你也情绪被举动 你也情绪被举动 咱谁也不要吵了 到了执行现场 还没有十分钟的时间 现场已经乱做一锅粥了 是哭的哭 骂的骂 执行还能顺利进行吗 你再放什么 没事 我就等一天 你就这种 就这种 玩 人家能这么 这么咋说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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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画一下 所以马上双方都看一眼 对不 不能就看一眼 我六年了 我就是想半个小时 就是半个小时 我六年没看到孩子 我要求不住 你要是想看多长时间 我想跟单独 你等会 别说话 我跟他说 你想看多长时间 这个事 这个事你可以再去数学 数得详细一点 因为你现在这个数 也没确定是啥 许子近近点 你看孩也不看 而且你这么多年没见 你还也不认识你 你干啥呀 孩子不认识 你看这 他们老是他也不想让我看 他不是我不看 你自己做到的 我说起数多少回来 我怎么就 在院子里 你这样一点 不想看 不愿意看 你俩就别那啥了 别吵了行吗 就这么看了 你先把孩子放下来 看也行 你不是说咋地 他也不可能让他抱 你不抱 他不抱 你跟他说 你不抱 我都在退院了 我不都在这样了 我都都在退 这已经看了 我又人家没看到了 口罩没啥呀 我又怎么推荐它是 你不是说非得要 非得打倒你那个要求 那是你爸宝宝 因为你们都 你们双方 我看着孩子 别说话 听我闭嘴 别吵 别吵 给我闭嘴 你怎么看呢 我这怎么个孩子看呢 你怎么呀 这是 你说探视权这种东西 咱也不想特别强硬的 去做这个事 我跟你说 咱法院就让你看一下 也不能说 让你怎么腻 你是把劲改了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什么抚养费 你点几百块钱 是不要你的 你这样呗 行吗 你俩先别吵吵了 还在这呢 行吗 你们还考虑念 你也别吵吵了 你这个还放下来 行吗 他法院没有 先放下来 行吗 那你就这样了 这孩子一直在哭 不能这样 他都不是一个 孩子全体 我朋友听起来 不要看 你要这样的 我跟你今天 我今天带你来看孩子了 还现在这个状态 现在就一直在哭的状态 我也没办法 让你再怎么看 你还明白吗 这咱管不了这个事 你要说以后 我知道你啥意思 你想看时间长一点 你回头你再出去 不是 我就今天 今天看半个小时就行 我不要求 就今天 你先去看 你先去看 抱下来 那有过 那你现在还是哭呢 你先去 你怎么办 还能让你抱吗 你是不是得给孩子 导想导想的 咱没法跟你做到 你先简简单单 过来说两句话 没事的 我来不吃吗 你别 别上次 你简单心 执行法官表示 虽然能理解申请人这边 想看孩子的心情 但还是要优先照顾孩子的情绪 现在孩子一直在哭 而且面对一个六年没见的陌生男人 肯定是害怕的 执行法官建议申请人这边 还是要循序渐进 先说说话 你把口袋摘着行吗 不行 生病的 口袋摘着不行吗 这没有 你先摆着时间了 他都在了 口袋摘着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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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就互相配合一下 就马上用不了多长时间 我一直很配 我想 行吗 就马上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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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袋摘着 郑袋摘着 你别上手 我这边也没看着你现在 你别上手 你看你别上手 我这边可不要看呐 你这怎么办啊 你这怎么办啊 你看这儿 走开 走开 你别操他了 你别管他 我不让他过来 你别跟着喊 你再给喊一下 郑袋我是爸爸 你是有爸爸的 不是 你不是我的爸爸 这谁叫你这 我爸爸想 我爸爸想六年找你没有找我 不是不是爸爸不想看你 不是爸爸不想看你 是有人会哭死的 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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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状态今天就这样了 别这样了 你坐孩子不行吗 你别上手 别别别别 你犯这什么状态 他弄基督为路人的 什么情况下你能报 什么情况下你不能报 你自己的状态 你自己的状态 他们请孩子脸 他一直在哭 今天就这样了 虽然一开始答应申请人这边 可以看孩子半个小时 但是很明显 现场的情况 并不允许继续下去了 出于对孩子的保护 执行法官决定 终止这次探视 你打我半小时现在知道 我打我半小时 这个状态看不了半小时 我跟你说明白 你永远这个状态 我现在告诉你这个状态看不了半小时 你看看你的哪里行吗 看看 没有 滚 别闹 别闹 那我怎么 那我就管 那孩子现在状态只能看我这儿了 他永远这样的 他就永远这样的 再认输去 再说 我一直在想你 不是说不看你 等那你就明白了 好嘞好嘞 你别闹 好嘞好嘞 你别闹了 好嘞好嘞 来来来来吧 你干啥 不是这个状态你先考虑考虑 孩子不考虑 我要考虑就六年 一考虑就六年 不是 就是不要说孩子感受吗 这么六五六年 没看到孩子他什么心情 没那么理解 我能理解他啥心情啊 但最主要的还是孩子 自己的孩子看不着 谁看那种一生毛病 你们能理解吗 自己的孩子看不着啊 那你现在是孩子的状态 你不得为孩子考虑吗 随后执行法官将申请人一家子 带离了现场 然后在探望的过程中 那个双方也是有些情绪比较激动 导致这个孩子的情绪也不稳定 一直在哭 我们也充分考虑到这个对孩子的影响 考虑到孩子的心理健康 也没有过多的 过长时间的这个进行探望 这个情况也跟那个申请人进行了一个说明 针对这个孩子探望权的问题 之后也是希望这个双方当事人能 积极主动的在这个达成和解 对今后这个看望孩子的问题 能有一个具体的解决措施 这也是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考虑 希望双方家长能秉持着对孩子 负责的这个态度吧 进行一下沟通